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底的那天 我的breeder突然把我装进笼子里 带上了车 就这么晃晃悠悠了好多个小时 从天亮到天黑再到天蒙蒙亮 我也不知道我到了哪里 出笼子的那一刻 看到了一对满脸笑意的家伙 这些鲜鱼 我们不是用在一个团队里 因为我们在家里里有他们在大小地方 他们很吹嘴 我认识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 哦 你的小狗 他们一个抱过了我 一个手里举着一个荒盒子对着我 当时我还没睡醒 有些懵 感觉到他们身上好像有我 Mina妈妈的味道 好安心哦 我们已经有一个小狗 这就是一个小狗 我们已经已经准备了 我们已经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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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拿了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们去 让他们外出 你给他吃了吗 是的我们做了 他们吃了 好的 好 就这样跟着他们上了车 回到了现在的 If you're ever home 回到家里我随地 大小便的事情就六个不讲了 不过我倒是听到 他们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关于他们如何遇到我的故事 据说那是一个十月的普通傍晚 妈妈就在网上搜啊搜啊 想带一只可爱的Pomsky 回家相依相伴 他突然就看到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 还激动的想着 就在Cleveland 离我们好近啊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提交了申请 等待着 第二天 当我的Reader联系到他们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原来我在Minnesota 的Cleveland 整整13个小时呢 他当时心一沉 觉得没有希望了 但有时候 就是命中注定呢 我的Reader正好月底 要送我的姐妹去费城安家 顺带可以把我送去给他们 问题就这么顺利的解决了 更神奇的是 他们原来很久之前 就决定养一只叫Hobo的Pomsky 因为Husky加博美 哈博 哈博 就是Hobo啊 巧的是我的乳名叫Comet 我还有一双蓝蓝的眼睛 简直就是为了探索宇宙而生的 没有比我更适合Hobo的这个名字的狗了呢 所以我就这么开开心心的和新爸爸妈妈生活在了一起 每天都有很多欢笑和泪水 我也想在这里记录下成长的点点滴滴 记录下我爱 年轻人物几圈 年轻人物几十丁 ces费黄 i know you got me high you got me thinking i want over again you've been on my mind late me to you all the time i know you make me feel fine when you got your hands in mind i know you're in my mind lately a time all the time baby you make me feel fine when you got your hands in mind i know you want i know you're in my mind i know you're in my mind where is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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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的Vlog就到这里结束了呢 假日的气氛就在鼻子边了 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片段 如果喜欢我的话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啦 啦 啦 Mua